来您的掌声鼓励一下 来您的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我叫李小高 然后呢93年的 然后今年呢27岁 从小也是练习杂技 我自己呢17岁就开始带队演出 认识了我第一个徒弟叫李正阳 他就开始跟着我学艺 一年一年吧 现在已经是14个学生了 我是从4岁还是3岁来的 学了有6年了 联系这一个比那个打工好太多了 打工回来的时候都非常适合 也不能陪陪家人 我每天都在坚持 没有一次说后退 不演这一幕 郑阳是从他出生的时候 然后大概又是三个月左右吧 然后因为他家里比较穷嘛 他妈妈就走了 郑阳呢从记忆的那一刻起 就没有他妈妈的影 爸爸呢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他们也是在外边打工 我知道他们的事情过以后呢 就感觉他们 哎呀 家庭真的太难了 如果孩子在我这儿 可能会比在他们那好 在这儿呢 还能继续地上学 还能学一门手艺 长大以后也能挣钱吧 我是五岁来练杂技的 我是我爸妈离婚我才来的 爷爷给我说了 没有苦就没有天 然后你我就这样坚持下去了 半年见一次爸爸 爸爸在外面打工 想他的时候 会自己在蹲那里想念 就是想爸爸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可以看我 有很多呢 肯定质疑 然后这么多孩子 啊 你是不是拐卖的 你是不是利用孩子 不让他们上学 天天就打孩子 我就是 就当看不到的 所有的事情 只能摆在眼前 孩子怎么样 每个人都看着 下午如果有演出的 然后孩子呢 在家里换好演出服 四五点钟嘛 就开始出发 然后从家里把道具放到车里 他们上学的时候 大概就在我们方圆 三十公里五十公里 如果演完时间呢 还允许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去 别的一个场地 再去演一场 他们的动作还在升级 双人柔树 敌卢汉 她们的眼睛可以说 谁看不见谁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们的脚都扣到一起 来 掌声 鼓勒一下 毕竟他们的家庭条件有限 希望他们每一个人 用自己这一门手艺 能调起家里的重担